代表西蒙首土的巴东色海国席候选人 卡鲁巴耶昨天骤然离世 这个选区是不是会在 缺了一名候选人的情况之下继续投票呢 选委会表示 明天将会做出相关的决定 国任民主及法律专案小组组长 南都斯里阿沙利纳就表示 根据1981年选举程序条例 选委会不能推迟或是另外责定 巴东色海国席的选举日期 因为军警和家属提前投的票 不能作废 阿沙利纳说 虽然有人希望延后选举 争取时间再另外提名新的人选上阵 但是根据1981年选举程序条例 第116条文 如果出现特定情况 例如候选人逝世 选委会可以在提前投票日 或是正式投票日开始之前 另外责定选举日期 不过既然巴东色海选区 已经提前投票 军警和家属的选票不能被撤回 所以这个选区不能重新提名 他认为巴东色海国席 必须依照原定的日期 也就是11月19号投票 选委会也无需再另择日期 或是推迟选举 谢谢大家